今天要來介紹的是多本體技術如何導入3D列印 那很多人可能不清楚什麼是多本體 多本體呢它的意思呢就讓各位想像一下在組合件的環境裡面 那組合件環境就會有很多個零件嘛 那多本體的意思呢就是有點類似這樣子 在一個零件的環境裡面呢它有多個實體 那這裡我們會有什麼用途呢 那各位呢可能去思考一下 我們在多本體的技術裡面呢 我們可以讓我們的零件更靈活的去運用它 那這邊呢還是要呼籲一下各位 那你如果在進入這個多本體技術篇之前呢 建議你已經學會SatiWars一段時間了 甚至你已經有進到進階篇 再來導入這個多本體會比較適合一點 不然你可能一開始進入這個多本體的話 會對學習有一些障礙的 那你如果想要學習這些其他的入門的話 你可以到影片的底下那裡有連結可以去參考它 好那我們要怎麼做呢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囉 在學習之前呢我們先要了解一下環境 那環境呢如果你一開始是沒有使用過的 你可能要從工具的制定把它打開來 打開之後呢我們從上面的這裡有一個 直接編輯你按下右鍵把它顯示標籤 那顯示出來呢基本上它就會看到我們多本體需要的一些技術了 那這邊呢我會介紹三種 第一個是結合 那第二個呢是移動複製本體 第三個是縮放 主要是這三個 那假設你如果打開顯示之後還是沒有看到指令的話 那我們從工具的制定 一樣進入這個畫面 那這裡呢會有一個指令 指令點進去之後呢你按一下特徵 特徵裡面呢它就會有指令 你可以找到結合 移動複製本體以及縮放 那找到之後你就直接按滑鼠的左鍵 把它移上去 這樣子也是能夠把它新增出來 假設你沒有看到的話也能用這種方式呢 看到我們需要的指令 好那最主要呢就是這三個 那這邊呢就讓大家去嘗試囉 再來呢我要介紹的第一個呢 是不領運算 就是結合 那這裡呢我們在做之前呢 我們需要去了解到說 我們如果要做這個動作 第一個呢我們一定要有多本體 你可能需要有兩個以上的實體 那有人可能會詢問說 那這是怎麼做出來的 那一般我們在做生長或是除掉的時候 我讓大家看一下 假設是這裡 我從這裡要做生長的時候呢 那裡面呢會有一個選項 有一個是合併結果 那你把合併結果給它打過取消掉之後 它就會變成說這兩個是沒有結合在一起 那你就會形成有兩個多本體了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來做不領運算了 好那我來介紹一下不領運算裡面呢 它總共有三種 那我就直接進入這個畫面 好你直接點選結合 它有三個 那我們先試第一個加入 加入的意思呢 它就是讓我們選到的兩個 或是兩個以上的 多本體呢把它結合在一起 這裡有一個顯示預覽 我們按一下就可以看了 好這個意思呢 就把這個螺絲跟螺帽結合在一起 這個就是一個加入 再來呢是減除 減除的意思呢 好我先把這裡取消掉 減除的意思呢 就是你需要有一個主要的主體 然後跟一個你需要扣掉一個主體 好這樣子呢來做不領運算 來得到我們要的結果 那我就來示範一下 假設我要螺帽是我的主體 螺絲呢是我的要減去的主體 我們來顯示一下 我們看到之後 原本螺帽它是沒有螺亞的 那因為透過了這個 螺絲的外牙呢 來減除掉它所產生的這個螺亞 當然這個螺亞可能是 沒有辦法使用的 那這邊如果有興趣的 你可以去看一下 螺絲螺帽的測試 這邊會有講解到 3D列印呢可能需要再有 其他的做法 那這邊呢我就是嘗試一下 讓大家了解一下這個不領運算 好的 那我們再來介紹第三種 第三種呢是共同 共同的意思呢就是 我們兩個實體 它兩個共同存在的一個地方 是什麼 我們按一下預覽就知道了 我們看到是這裡 這裡是共同的 那這三個呢就讓大家去嘗試一下 那這邊呢我來介紹一下 有人可能會想說 那這樣怎麼去導入3D列印呢 那我就讓大家知道一下 最主要的是在3D列印在做公仔 在做拆件的時候 會很常用到這個指令 那這就是為什麼 有時候在畫公仔的時候呢 會讓很多指令呢 是沒有結合在一起 讓它是有多本體的 就是為了在我們 後續要列印的時候呢 做拆件我們可以用 多本體剛剛所介紹的 布林運算 用這個方式呢 把我們的 每一個 頭啊 手啊 腳等等的這些 物件呢 給它拆開來 那這邊就會非常的方便 那這裡呢 就讓大家去 嘗試與感覺囉 接下來我要介紹的是 移動複製本體 那我先來介紹一下移動 那我們從這裡可以看到 直接點下去 它呢 有點像是組合件 那我們從零件來 使用組合件 可能大家會覺得有點奇怪 沒有 沒關係 我們就適應一下 適應完之後 你會發現說 原來零件可以這麼靈活 那真的是非常方便的 那我們就先點選 我們要 移動的本體 我先 我先來示範移動 那我假設是羅帽要移動 按完之後呢 它就會出現這個三軸 那這邊呢 你可以做旋轉 也可以做直線的 那你也可以直接輸入坐標走 或是你的距離 那我就比較 隨心一點 我就直接用拉的 大家看一下 我是直接這樣拉過來 好 拉完之後 我直接按打勾呢 它這裡呢 就會兜了一個指令 叫做 本體移動複製 那這裡呢 就被我移過來了 好 那我們想一下 我們在沒有 學會這個指令之前呢 我們需要怎麼做 我們可能是要 建立一個平面在這裡 或是 從 上機前面的平面呢 平移出來 再做 這樣的特徵嘛 那假設我們 我們現在畫完之後 發現說 我們距離想要移出來 那可能就要 重新再來設定 那如果你 已經學會這個 移動複製本體呢 就很輕鬆 直接 把它移出來而已 就像組合鍵一樣 那這裡呢 你一樣可以做旋轉 我再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這裡有個三軸 你一樣可以做旋轉 你要這樣旋轉也沒有問題 很方便的 那 這邊呢 讓大家知道一下 這邊一次呢 只能做一個動作 你如果 你又旋轉又移動呢 它就會移民最後 移動的那個 指令呢 來做最後的最終 最終選擇 所以 我們在做的時候呢 你可能要移 往下移 要旋轉 你可能就要分成兩個指令了 這邊就是要注意一下 再來呢 我來示範一下 複製 那複製的話 其實跟剛剛的做法 是一模一樣的 差別在於說 我在點的時候呢 要把複製這裡打勾 那這裡呢 不同的地方在於說 你點完之後 你移動呢 等於是被複製出來的 那你原本那一個呢 它是不會移動的 所以會變成這樣子 讓大家看一下 那假設你 你也要讓原本那個移動 你可以再一次 你再點選它 那記得呢 要把複製 打勾取消掉 那你就可以 再繼續移動它 這樣子的做法 也是沒有問題的 那這邊呢 就讓大家去嘗試一下 這個是 一定是非常實用的 也很好玩的 那就讓大家去嘗試 接下來呢 要介紹的是 縮放 那這裡呢 就是比例縮放的一個功能 那這裡呢 我們就直接介紹了 你點下去之後呢 直接按你要縮放的一個本體 按完之後呢 輸入比例 假設我要放大兩倍 那就直接按打勾 好 就是這麼簡單 那就放大了兩倍 那你要縮小呢 也沒有問題的 好 你就直接 假設是縮小 0.2好了 那這邊呢 這個比例呢 我們各位呢 可以去依照各位的需求 去把它算出來 那這裡呢 就可以直接做放大與縮小了 那有人可能會想說 那它的大小 有沒有跟著 尺寸有沒有跟著縮小呢 這邊呢 我們就直接去量測看 看起來 它連尺寸也都縮小了 所以這邊是 整個是真的是縮小的 一個關係 你連你的尺寸也縮小了 好 不只你肉眼看出來縮小 尺寸也縮小了 那這邊呢 這個用途呢 會在什麼時候用呢 我們通常在做 3D列印有時候會做一些 比較曲線的 曲面的曲面建模 那這裡呢 我們有時候 曲面建模做完之後 會發現說 我們的比例不太對 可能是頭太小了 或是手太小了 那這時候怎麼辦 如果我們沒有學過這個 比例縮方的話 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 重新畫一個 但是 重新畫一個 跟你原本畫那個 可能會不一樣 而且會花非常多時間 甚至你重新畫 可能會做不出來 那這時候呢 為了節省各位的 心力以及時間 比例縮方就非常方便了 那再配合前面所提到的 布林運算那邊呢 你可以讓多本體 分開來 你不一定要把頭 手都把它 結合在一起 讓每一個部位分開來 那你在畫的時候 發現比例不一樣的時候 可以透過這個比例縮放呢 來縮放你的頭啊 身體等等的 這些比例大小 那是不是就非常方便了 那這邊呢 讓各位去嘗試了 那這邊我來總結一下 那我這裡所介紹的多本體技術呢 除了 結合 移動複製本體 以及縮放 這三個 是比較主要的 那我們可以呢 透過我們所學會的一些 特徵指令呢 結合這三個 你會發現你的 零件會非常的靈活 靈活到你可能會有點訝異的 那這邊 我來 跟大家示範一下 我之前所示範過的 這是比較特殊一點的 可能 比較少會這樣用 但是我覺得這樣用 真的是非常棒 那假設 這樣子 假設我這裡有個USB 那這裡呢 這個頭 我發現說它太長了 我想把它縮短 那我們一般的做法呢 就是去找到 這個指令 那這個指令呢 因為它有一些相對關係 我如果把它改短了 這邊就會出現錯誤 那這樣子呢 是非常麻煩 甚至有時候 我們會拿到 這樣子的檔案 它是一個輸入檔 我們沒有辦法去更改它 那我們又要更改它的尺寸 那怎麼辦呢 這裡呢 假設我們只是想把這裡改短的話 那這裡呢 用多本理技術會非常的方便 我就直接示範給大家看 我的做法呢 是直接把它切掉 切掉之後呢 我運用到 移動複製本體的這個指令呢 把它移動過來 那這裡呢 它們兩個還是分離的 是兩個實體 那我再透過布林運算 把這兩個結合在一起 那這樣呢 就變成是我要的 那是不是就很方便了 那在這邊呢 我再可以做一些 我可能是把它除掉的動作 那最後呢 我再做比例放大 這樣子 整個是非常靈活的 那這邊呢 是非常棒的一個做法 如果你還沒有學會多本體的話 我建議你趕快去把它學起來 因為真的是非常的實用 那這邊所介紹的 只是其中一個做法 當然 那我可以介紹 之前我運用過的 像是 狗的模型啊 這個用到都是非常多的 還有像是這個 珍珠奶茶 它也是運用到 移動複製本體 那 把這些珍珠呢 把它用拉的拉出來 就像用組合鍵一樣 那這邊呢 今天的多本體技術呢 就到這邊為止了 那你如果還有相關的問題 想要詢問的話 歡迎到底下來留言 那 如果你對於我的 影片呢 或者是教學有興趣的呢 歡迎支持 那 今天的教學呢 就到這邊為止了 那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學吧 拜拜 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